总结不下来 Let's try 用兵实战教学 是赢了 诶 怎么回事呢 诶 这种鱼也能赢吗 是的 没错 就看你用兵去如何操作 我们去如何把突破的一点点失误给他扩大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先投给休息 这边不用管 因为他重复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一定要给压力 就是千万要给压力 就是你就休息一起了 然后我们要防一手 看到没有 我提前走走 就防他的镜子 他上来的话就提前防进镜子 然后这样的话他镜子就空了 这样的话他首先 他第一步他这个镜子 他就投不到其他休息位 然后的话大家看好我们救人 我们这边的话吃一刀弹下去 我们要尽可能卡眼线 尽可能多卡一会 但是不要卡太死 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操作空间 然后差不多下一个弹荒弹过去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其实卡的还是有点死了 大家不要学习了 差点就崩盘了 那么如果说他过半秒倒 那么就没了 然后我们先不上去 我们先骗他 这样的话首先他第一步 他必须要找小女孩 不然的话他就不知道小女孩找哪里 然后我们再假装上去 看他到底想不想贪 如果说他想贪我的话 我们就尽可能去拖时间 咱们先往里骗 咱们这边的话正好这个笼子有个圈 那么就绕个圈 绕圈之后 这空一刀好 我们立马弹下去 弹下去之后逼他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他有可能会找不到小女孩 但是一定要记住 这些思路 就是为了思路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 看到没有 他放镜子瞬间 我们再利用板子 再聊 然后这样子一个镜子空 然后我们直接修机 这波一定要先往后测一下再修机 为什么说一定要摊电机 因为你要给他压力 因为他这边的话 可能找不到小女孩 然后你修机的话 他就紧张 他就看到你在修机 他好紧张 他就可能会换杀你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一步的话 我们压他的心理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把 那么这一把的话 是个圆钉 然后我们要估摸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要提前估摸一下 他到底死的位置 离你到底有多远 那么如果说离得比较远的话 那么咱们就要提前过去 然后傭兵的话 不要带单弹 带单弹 真的不建议 觉得你们不适合带单弹 带这个自摸的话 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这个自摸自己的比较快 然后人黄机他想卡我 那么我们就学会绕着 你一定要去聪明一点 真的要聪明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一个固然弹过来 直接扯 扯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扛一刀 哇这一波的话 屠夫这样对我的话 就能够溜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修电机 然后把猪子给他扯一下 这一波溜狗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卡在这个人黄机 这个人黄机卡在这 那你就是猪头 然后我们来看 这边的话 圆钉266又死了 然后这次的话 我们半血 我们被通缉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去捞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屠夫挺呆的 现在这种六七街 屠夫都挺呆 大家如果说学到 我这样的操作的话 也可以试着去运营 因为你们遇到屠夫 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强 那这边的话 看见没有 这个自作的吐口水很奇怪 如果说我们被 如果说我们被吐到 我们就撤 如果说没吐到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 进退都由于我们 由我来选 这边找机会 因为我被通缉了 大家都打的是名牌 我们先往前走 然后我说一下 吐不吐 再往前走 躲一下 吐空了 吐空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试着 然后我们就给博弈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情况 然后我们都给扯 从手 停顿一下 蹲下来 哦呦 打我一刀好 然后这边的话怎么办 大家看好 细节还没有完 还可以扛刀 不着急 先咱们走 然后看 突突突突 骗他一下 因为这么有牛话 正在玩着板子了 骗他过来 骗一下 然后咱们先往前走 他肯定要吐我吐我 所以说了 这一个砸板 然后的话我们再翻过去 我们的利用 利用到最后了 看见没有 这波细节了 非常好 所以说打傭兵的话 其实比较真的很简单 你们其实我觉得 看完我这个视频 你就能学会90%的操作 真的 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 这边的话油猜死了 实在这个大门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直接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很有可能 挂在大门废墟 然后这边的话 人黄机 那么我们就可以过去干扰 过去的话辅助 不要被干扰电机 然后这把的话 犯了这个油猜 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 这边的话我们先走 那这红蝶敢出来 拦我是不敢想象的 这敢出来拦我 真的是 这边的话 忽然弹空了一点 没关系 先天气距离 然后再弹一个忽然 哇你傻傻的 然后我们直接扯 扯完之后 我们把这蝴蝶给吃了 然后我们给他扛 然后记住满血救人 给他扛刀 这边的话 狗只要中他了 然后随说我们走开 狗只要中他 所以说我们不扛这刀 因为这刀的话 他打不到油猜 所以说我们不要当白痴 白扛刀 然后这句话 我们诶 骗他一下空一刀 然后再盖着这板子 然后油猜的话 已经进了四合院 然后我们再绕一圈 然后这个油猜的话 出现问题就是说 他没有去绕四合院 他直接转走 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绕四合院的话 我们给他扛 这刀也在扛 那么就很稳的一个局 他不该去说说走开 他就应该说 四合院绕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能扛 然后这样的话 扛不到的话 我们继续回去补电机 然后这红蝶的话 成功又把它挂在 这个同样的位置 那么我们稍微 这个距离的话 我们可以过去 然后我们忽然看情况 不要吵衰的交 一定要看 这个距离不够的话 我们再交 这把的话 所以说为什么说素材 真的 我觉得这把 大家仔细听 真的很关键 然后这飞天没关系 飞天的话 给我们白给我们机会 因为我们是买起傭兵 不是残洗 我们比较不要给他震慑 吃着蝴蝶 扯一下松手 骗他拼一下 然后不着急 然后看他打不打 不打 好没关系 看是我们扯松手了 我们可以卡一下血线 扯松手 扯松手 震慑的无所谓 吃一道好 没关系 吃到蝴蝶之后 帮他倒着走 这一步的话 我们一定要死扛了 然后倒车 请注意帮他回头 帮他秒回 然后就一直回就行了 然后这边的话 看队友 倒着倒着 不知道找不到队友 我们一定要快速找到队友 然后看好 这边的话 他丢蝴蝶了 我们利用这蝴蝶 蹭他一下 这样的话 他蝴蝶就飞断了 所以说一个傭兵 真的你打得好 其实有很大一个帮助 然后这边的话 囚徒连电击 我们就已经撑到 这个囚徒 能够过来帮忙辅助了 那么这油猜的话 又很奇怪 其实油猜的跑太远了 如果说万一 这个他又死掉了 图夫换闪现 把他闪死 他怎么办呢 这个局又得平局 所以说这油猜的话 扛刀给他扛的 其实他不应该这样 你看到没有 那油猜的话 给他扛一刀之后 油猜油猜要翻出来 那么无所谓 这把的话弹出来 那这边的话电击就够了 这把的话还是得赢 其实也无伤大雅 所以说玩用兵真的很简单 好好看 好好学 多练习就可以了 好 希望视频的话 可以报点赞 谢谢你们